最终制成了实用氧机 揭开了我国通信数字化的序幕 而这项数字通讯技术 又在日后被应用到 卫星摇测监控系统上 上世纪60年代初 国家开发火箭技术的计划 已经进行了四五年 这个时候 吴又寿被聘为 154工程的副总设计师 专门负责卫星摇测数据传输的科研工作 吴又寿说 卫星摇测数据传输的难度 在于数据量大 传输距离远 而用于传输的信道平带又十分有限 所以如何在保证 传输数据准确的情况下 提高信号传输速率 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还是要用这种比方来给你比 你就清楚了 路这么宽 对不对 那么你要传送数据率要高 也就是要超载 可以可以超载 但是你这想办法安全 对不对 当然交通过去 你不能把我这拿到 交通过去 官员说可以超载 我说我们 我们能超载 而且总是安全 经过反复试验 在1965年初 吴又寿和他的团队 终于攻克了技术难题 为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 提供了传输数据的手段 也为我国通信事业 掌握了实现数字信道调制的 关键技术 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 是机遇更是挑战 我们已经上市一个打字机时代 我们不能上市一个计算机时代 他的团队开发出的 汉字识别系统 时至今日仍然备受欢迎 买我们的这基本技术以后 他做配套 配套得好 就用在他的机器上 这么多年来 吴又寿说他从来不曾忘记 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 立下的报国志愿 所以无论是开发数字通信技术 还是研制卫星测控系统 他都想在技术上尽量缩短 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 改革开放后 吴又寿经常被派往国外 做学术交流 当他看到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 已经开始飞速发展时 不由又多了一层担忧 就人家的那个计算机 都是用键盘 就是用打字机输入来控制的 是用英文通过那个键盘 也就是说通过ABCD 就是字母进去的 我们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汉字 是一个计算机时代 我们不能上只是一个计算机时代 里面经过我们的汉字打字机吧 就像桌子这么大 就上头摆了这么两千个 签字 汉字 要打一个我字 这我字在这 把这个推到那个 这个横坐标的推着 把这个把这个推到这 这不一交叉就是我字吗 那么它自动的你在这 一敲我字打上去 那再多呢得搁得下嘛 那个人记得住嘛 吴又寿说 以前的中文打字机 只能够输入两千个汉字 而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 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字 编码字符集中 一二级的常用汉字 一共有六千七百六十三个 所以当时很多报社 进行编辑排版时 都安排了专门的简字员 简那个汉字 也就是说它有个简字间 那个一个一个 一个就是中有铺 开中有铺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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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子一个柜子一个柜子 如吴又寿所说 当时报社排版的工作量之大 可想而知 所以报社是当时中国人 对计算机需求的代表 那么计算机如何才能处理 中文信息呢 国外有关公司 注意到这个问题后 十分重视 他们甚至还尝试 开发了中文识别系统 IBM很早就研究 它找了几个人 这个它可是呢 它只是去 它只是做一些原理上的试验 所以它只是对 做了一千个字 做了一千字也不理想 翻块字 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字 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 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按照吴又寿的想法 汉字在通过扫描仪或其他设备时 原有的字符图形 就可以转变为电信号 然后再通过一套汉字识别系统 在计算机内进行识别 你有一个字不认得 你查字典吧 我就在计算机里头 各一个字典 我这个字要打中 是吧 我就去把它计算机里头 这个棕子拿出来 就可以打了 你怎么找这个棕呢 就去找它的特征 就是从技术上找它的特征 这个棕子是有些特征 讲的 打个比方 边盘铺所是一个特征 有多少华是一个特征 它的结构是一个特征 它只在内在外 是吧 里里外外的制度特征 我所知道的 怎么太不止 咱们的那六千七百六十三个字 最麻烦的 笔划最多字 是三十六笔 复杂 可你也得认了 可是太容易的法 男人认 太大全 你怎么分 所以我说太简单的 反而容易错 那就得再想别的办法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除了去认识这字的本身以外 我还要去研究汉字的语义 词 是吧 太啊 大啊 我分不清楚 是吧 但是如果就是 后头是羊字 那个大字有个一点 这一点在底下呢 就是全羊 这是很难 不能全羊吧 太羊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所以把它就联想 所以有很多学问 时至今日 吴佑寿带领的团队 开发出的汉字识别系统 已经能够识别上万个 简体字和繁体字 手写字和印刷字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IBM什么的Nokia什么 买我们的基本技术以后 它做配套 配套得好 就用在它的机器上 反正我们给重了很多指标 所以我们也赚了它一些钱 它也买了我们的专利 虽然吴佑寿和他的团队 开发的汉字识别系统 在国际上已经有了 很好的销路 但是他仍然觉得 目前取得的成绩 还远远不够 我们现在继承 把技术继承起来 使它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产品 这种是发扫了 当然一个技术一个技术 关键技术是一个基础实施 很重要 没有它不行 但是你不继承起来的话 你只能给人家打工 我老打这个比方 我们现在做珍珠 都很有本事的 你要给它穿成一个好项链 对不对 你一个珍珠卖多少钱 那个是 那个穿在起来的一个项链 肯定会增值 几十年来 吴佑寿为国家 培养出了很多 电子方面的人才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 为祖国的建设贡献